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我們回到第二次對話學人 剛剛中國開了第二屆的進博會 我們都知道出口的 教育會中國辦很多 但這個是為進口商而辦的 都很特別 韓先生,你跟我們分析一下 是的,的確 其實進博會 我不知道是去年舉行第一屆 當時是中美貿易戰開打 中國這個進博會應該早有準備開的 並不是為應付貿易戰 是吧,但剛剛在發展的時候 就是貿易戰打到 caramel 今年繼續發展 據此參展的公司 所以就多了,尤其是美国 美国又差不多八九几个公司参加 差不多两百个,比去年多了些 美国成了参与国家的最大的摊位 最大的面积就是美国 证明美国的商界和美国的政府 在对华贸易这个问题上面 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 这些这样的,大家互相的交易 这件事,详细的我们不多知道 但是可以看到习近平 在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上面 所作的那个主治讲话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不过,句句都是针着美国的 句句都是对着特朗普而来的 比如中国不触场,不起场 专门擦场,不起场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来看看 之业之业,总之 这些习近平的讲话 就差不多等于专门讲给特朗普听的 意思呢,其实就很简单的 就是说 你怎样制裁我,怎样压制我 怎样来打贸易战都好 我们中国保持开放,打开大门 基本上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又不用主意 通过贸易战来打垮我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呢 贸易这件事呢 的确是 它的规律,它的度 它的天度 就是 贸易是随着人类社会分工 来一起出现的 人类为何要有分工呢?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力 每个人都做他自己最擅长的部分 于是那个效率就高了 做出来的东西就多了 然后通过交换 大家来到都取得 都得到了生活品质的提高 本来的主旨就是这样的 现在硬硬缩小 硬硬人类的压缩这个规模 其实就真的不符合经济的规律 但是 我们的总统就不是人敢扮 他根本都不理这些东西 总之他想到我要赢 一定要赢你,吃着你 于是就想出这些东西 那么 中国的居说 这个上海的进博会 就开得挺好 那些参见商不断地增加 但是我想一下 中国的最根本的目的 并不是这样的 上海大家都知道 被中国人称为魔刀的 总之就是日日不同样 变化,进步 给世界各国的人 看看上海的进步 那的确对中国的形象是有加分的 那美国政府 没有派到官员去出席 今次的进博会 但是呢 这样就给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一个极佳的机会 马克龙就成为了全世界 今次参加进博会的大国国家元首 差不多是唯一了 于是呢 顺便各事访问了北京 还出了风头 那么 那两国 中国和法国 就居说 马上就签了几百亿的订单 马克龙基本上的意思 我估他就是说 你制裁中国我不制 你跟他打贸易战 我不制 总之甚至有多少就是乘机 乘人之难 做多些生意 波音和凶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音就基本上居说 已经好几个月就在中国零销售 一架星机都没卖出 但是凶客订单就多得吃不完 这个也是看到底 哪个着素哪个吃底 这件事基本上就可以衡量出 特朗普的贸易战 到底最后的后果是怎样 基本上就可以略见端倪 可以看到多少的了 好了 说起特朗普的说话 现在的弹劾是否越来越有力度呢 特朗普正面对你这个弹劾的风险有多高呢 本来在这几天之前 我认为特朗普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弹劾 到现在也是的 最终一定不会成功的 不会将特朗普赶下台的 但是弹劾对特朗普的那种影响 也是相当严重的 那就是在这一两天 一个最关键的证日 发生了一种奇妙的 戏剧性的变化 这个很有趣 就是美国前驻欧盟的大师 叫做松德兰 早前已经在国会作过证了 对于大家现在都知道 和乌克兰的那个交易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到底特朗普总统 有没有拿着 对乌克兰的那个军事原作 那个原作的钱 那几亿 来到和乌克兰的总统 做交易 要他调查拜登的儿子 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一点 那桑德兰这位前大使 在前上一次作证的时候 就否认 我没有听过 突然间 这两天 反口 说 是 现在有人说起 我就记得了 我是向乌克兰的总统 转达过这个口信的 如果你不调查拜登的父子的话 你就很难得到 美国的这一笔原作 这样就大件事了 是吧 有当事人的证词 说他有 当然了 现在这样的 推翻以前的证词 现在又是 再来一个新的说法 那个诚信 就不免会受到一些质疑的啦 但是 毕竟 他现在承认了 说是有 那为什么这位前大使桑德兰 竟然是反口覆似呢 问题 在哪里 我们就 不知道 没可能知道 但是我估一下呢 当时他或者是真是 想维护一下总统的 当时因为总统都 虽然受到弹劾 但是那个声望等等 似乎没有好受损 但是这几天又不同了 这几天似乎 特朗普的前景又有少少问题了 比如在几个州初选的时候 竟然就被民主党人 就反出了 结果 造成不利 所以现在看看 好像似乎前景不妙 于是 你想想想 我不如乘机踩一脚 如果不是 他到时坏的时候 连这位前大使的前景 他的仕途都是跟着坏的 所以 或许有这种考虑 于是 他改口 那么 对现在到 事情发展到 现在目前的情况 我认为 就是对特朗普的 虽然不讲得很突然的 逆转 但是 似乎将它推向 北离那边 而且就 可能会越推越远都没顶 总之 这次这个是关键证人的 政策的改变 对特朗普来说 我认为是减分的 使他的困境 就更加难牙一些 那么 到最后是怎样 都要发现的 不过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想用弹劾这个手段 来改变它 似乎是 没什么可能 但是 很快去 现在已经倒计时 大选 一年 到7年的11月 就大选了 这件事 对特朗普我认为 当然多不少 是一定要受负面影响的 好 那我们今天 节目时间够了 先聊到这里 下个星期 同一时间 请大家继续注意 对话何人